来泰国留学会遇到哪一些问题呢 今天董董老师呢就分享一些关于泰国留学的常见问题 也是根据小伙伴问董董最多频率的一些问题 希望这期视频对大家有帮助 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记得点赞关注加收藏哦 哈喽大家好呀 我是在泰国曼谷教授的董董老师 那最近呢董董老师收到很多关于小伙伴的泰国留学的咨询啊 也有很多一些问题 那董董老师呢总结了一下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就免得大家以后呢再次问到相同的问题啊 希望可以大家做个参考 如果说你之前没有关注董董老师的可以点个关注哦 然后呢听完董老师的一些分享之后呢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董董老师呢将这期视频做成几期视频 和大家陆陆续续的分享啦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什么时候可以申请呢 很多问题啊 就是说我要提前什么时候申请啊 我刚考试完啊 我刚考考完 我现在高一 我现在高二 我现在大三啊 我什么时候申请呢 其实呢本科的话呢 基本上你高二会考完之后呢 就可以申请了 如果说你也是刚刚做好决定的 高考之后也是可以的 如果说你已经非常意向很明确的话 要来泰国留学 不管是泰国还是国外都是一样的 就是你拿到会考成绩之后啊 你就可以开始准备去申请了 是这样子的 如果说是研究生的话呢 一般来说的话研究生开学都是八月底到这样的一个九月初这样的一个时间 那你就提前两个月三个月准备就可以了 因为你有很多材料去准备嘛 你的成绩单对吧 你的毕业证书的公证啊 一些无犯罪证明啊 可能还需要推荐信啊 都是要去花时间准备的啊 什么时候申请这样子 那当然还有一种就是航暑假吧那种啊 航暑假那是滚动的嘛 所以说基本上可能就是说全年都可以申请啊 就是你申请的 但是不一定就是那时候入学啊 就是可以帮你保留那个学籍啊 然后到那个时间点了 你就可以去上课了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 也是大家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 就是泰国留学的时候可以打工吗 很多小伙伴呢 就是非常的自力更生啊 想靠自己的努力 能够赚取这样的一个生活费啊 因为出国留学就是一笔大的夸销嘛 对吧 不想给家里再增添一些负担 那东东老师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打个预防针啊 就是说明确是不允许打工的 当然你偷偷懵懵打点工也是没有关系的啊 就是说 但是你要去什么正规的工作呢 基本上是没有的 当然了也是一个预防针 出国留学不管是哪里都是要预算的 都要花销的 你不可以指望着来出国打工 赚你的零花钱 你只能说如果说你找到工作了 哎很好对吧 我可以增加一些收入来源 我可以过得更滋润一些 你不能完全的百分之百的靠着来泰国留学的时候 去兼职打工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费 这是不理智的啊 这个是有风险的知道吗 如果说你真的哎我找到了那恭喜你啊 你可以拿着这些额外的一些收入 我可以去旅游啊我去普吉岛 我可以去巴提雅对吧 你可以去玩 当然设置更好的了 那就是说有哪一些呢 就比如说最常见的可能就是一些代购啊 啊跑庙啊对吧 都有之前和大家分享过了 在泰国啊生活可以做的兼职有哪些 之前那期视频有详细的介绍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啊 所以说云不允许打工 法律上是不允许的 但是你自己找到了啊 也是可以的啊这样子 然后第三点就是泰国留学有什么优势 哎这有什么优势 我基本上 我也想不出来啊 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根据你自己 所以说我还要问你 你为什么要来泰国留学呢 啊其实我来泰国之前啊 我也不会想到来泰国留学 我之前可能想到要去欧洲留学 因为我本科我学的是英语和德语嘛 那个时候我是想的去德国留学啊 因为德国我们知道它是免学费的啊 当然了你要会德语啊 啊所以我之前是挺向往欧洲国家的 我也没有想过要来泰国留学 但是后来接触了很多留学生之后啊 自己在这边 哎泰国留学其实呢 就是每一类人群 每一类家庭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 极别家庭 它就可能就是欧美国家 那这个层别家庭呢 就可能向往就是这种工薪阶层啊 泰国啊这样的一些国家 新加坡啊东南亚国家 所以说我们不要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啊 啊就是说有什么优势吗 就是你觉得你为什么要来这里 你觉得值不值啊 问这个问题啊 然后第四个问题就是泰国留学花多少钱 哎这个问题呢 董老师以前分享过非常多的一些相关视频啊 不往是在这边的生活费呀 对吧 以前采访过的一些留学生呢 他们的分享经验啊 大家都可以去往期的视频可以看一下 那基本上留学花了多少钱 主要就是一个学费 然后一个生活费了 学费的话 本科差不多是10万到15万左右 对吧 然后呢 生活费的话 你一个月可以算 呃 3000左右吧 2000到3000这样子大家可以来算 本科基本上20万左右啊 20万到25万左右这样子啊 呃 相比较欧美国家来说 欧美国家可能学费加生活费 一年就可能要20来万啊 你这样子比起来呢 还是挺实在的 对吧 挺实在的 我说过 出国留学都是要一定的预算的 如果说真的是紧巴巴的啊 就是什么东西都往便宜的算的话 我觉得是要谨慎一点 可能有风险啊 到时候别到时候说一下子说 哎呀怎么办 又不够支付了 那种是很糟糕的 对吧 呃 如果说真的啊 就是说 呃 无法支付得起 我觉得在国内上学 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啊 所以说 呃 不要把什么东西都往很便宜的算 泰国其实也不是说什么都便宜啊 就是很多小伙伴 我一千不可比 我看其他的视频一些营销号说 哎 泰国一个月 一千两千也可以很好啊 对不对 哦 那种是为了吸引眼球嘛 所以说那么便宜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啊 所以说你不能按什么东西都很便宜很便宜的算 你生病了怎么办 对吧 什么东西都可能会发生啊 一定要有充足的预算这样子啊 最后一个问题了 就是泰国的大学 他的学历认不认可啊 我们知道泰国的学校大学有很多啊 什么公立的大学啊 什么皇家的大学啊 一些私地大学有好多好多 那你在选择学校之前可以去这个教育部认可的 你看一下有没有认可啊 没有认可你就不要选择这个学校 就可能就是我们国内不认可的就是所谓的野鸡大学对吧 所以说你自己要擦亮眼睛先看一下有没有认可 有没有中国留学生或国外的留学生在这边上学的对吧 有没有在自己上学有没有毕业的有没有毕业的很重要 如果说哎刚开的必都没有毕业过的一群人你就是试验品对吧 所以说大家在选量的时候呢一定要擦亮眼睛啊 那这期视频呢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之后呢等我还会分享一些非常常见的相关问题啊 那以后呢会陆陆续续的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泰国留学的相关问题啊 那你可以关注懂懂哦 好了那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这个视频的下方留下来哦 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